鄭老師 各位在場集線上的朋友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參加 今天下午的專題演講 國史館在每個禮拜四 幾乎都會舉辦一場 就是推廣國史知識的專題演講 我們邀請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 就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語言、民族 思想、藝術等等各種不同的領域 就不同的角度來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讓我們更加了解國家歷史 也更關心國家歷史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地請到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級社會發展學系的 鄭安熙副教授來為我們帶來一場 原住民族的系列專題演講 他的講題是 移動的邊界 日治愛湧現與原住民族 鄭老師他是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博士 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就是跟今天主題有關的 原住民族史還有族群關係 還有台灣的歷史地理學 因為老師也不只紙上唐賓 他也親自上山下水做田野調查 老師寫了非常多有關於原住民史的專書跟論文 包括筷子人口的台灣登山史 那是非常有趣的一本書 大家都可以在Google上面來去找老師的一些著作目錄 所以老師為我們這個專題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幫我們的解說 我想說邊緣或界限是無所不在的 那不論是政治或者社會或者經濟或者語言文化甚至民族 都會有存在無形的或有形的一些邊界 像台灣原住民族史裡面就有土牛溝 還有番介還有愛永縣 還有李番道路等等的演變 甚至也有生番熟番還有漢民族之間的不斷的一個轉化 我想說這些邊界的變或不變 都是研究歷史發展的重要的線索 那今天鄭老師就要帶領我們一起來探索這個非常有趣 而且十分具有歷史意義的課題 我們把以下時間交給鄭老師 那大家以樂樂的掌聲歡迎鄭老師 謝謝 事實上會定這個題目其實是我們的這個國使館 一系列有關原住民的相關的這個演講 那對我來說其實我會講這個題目是因為 這個其實是跟我常年在做所謂的邊界的移動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這個關係 所以我就把這個演講題目就定為這樣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裡面其實後面加一個原住民族是 讓大家知道說這樣一個邊界的變化 其實跟很多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是有直接性的關係的 所以我才把這個題目的這個後面的標題 定這個原住民族這個部分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屏東人 那因為我喜歡爬山 那爬山過程中就會在山上去到處走 那也調查一些舊部落等等 那當然也調查過很多這一些日治時期 或清代的這一些 這個道路的這些遺址 那大概從2000年開始我大概都寫一些 跟山區調查有關的這一些書籍 那剛剛館展有介紹 其實在將近快六七年前曾經出版一套這個台灣登山史 裡面是圖文並茂 那其實在網路上可以搜尋到這個資料 那此外呢 裡面包括像這個地圖集 原住民地圖集也希望在座有興趣的這一些 聽眾或者是研究者可以去多加利用 因為他把從何治時期一直到現在這些地圖資料都做一些收集 那大概如果要找這些資料 其實圖書館大概都找得到 好 那以上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好 那我們切入這個主題 什麼叫愛永縣 那愛永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是一條線 可是這條線的比較特別的是 這條線會動 那為什麼會動 因為這條線牽扯到兩邊族群的關係 那這關係有時候是私人的這一些關係 包括像交易啊等等 可是有時候這個關係是由官方來制定的 那制定過程中呢 他必須要把這個線把它合理化 合理化 就是說這個線的外面是怎麼樣一個世界 裡面是怎麼樣一個世界 所以這個愛永縣呢 名稱呢其實重點是他上面的這一些 固守人員其實他的名字叫愛永 不然其實在日文的文獻裡面 他應該叫做警察防禦線 叫警察防禦線 那這個線呢也不是現在才有的 我想大家在讀書的過程中 尤其讀一些歷史課本裡面 都會聽到什麼萬里長城啊 這些線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 這個愛永縣就像萬里長城一樣 因為漢民族在中國這個邊區的地方要生活 那可是呢外面的這個遊牧民族 可能要進到這個賽內營裡面的這些地區來 可能是因為饑荒等等這些因素 或者是漢民族跟他交易等等 產生一些摩擦 那這個摩擦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傷亡的事情發生 那乾脆國家就把這個線把它組起來 那就萬里長城 那萬里長城上面的人呢 原則上如果是在中國的歷朝歷代裡面 通常是用軍隊去防守 那有屯邊這樣的政策來支持 那為了把這個邊區來穩固 所以必須要做一些比較堅固的這樣的設施 比如說要築牆 不論是早期這個土牆 或者是後期這個磚牆 那你們可以把這個愛詠線想像是這個萬里長城 台版的萬里長城的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既然是萬里長城的話 那會不會遇到一個問題 一般人會不會在上面走來走去 不可以喔 像我在上面走來走去 人家是不是會懷疑說 你是要看什麼事情 說一般人是不可以在上面走的 只有誰防禦這條線的士官兵可以在上面走 一般人要走的時候怎麼走 透過一些具有官方指定的這些愛口 或者是這個關口這部分 你才可以出去到界外的這個部分 正常時間原則上你不可以翻閱這條線 所以這個愛詠線原來的概念 其實也不是日本人發明的 而是在中國在這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怎麼樣去對一個異文化跟異民族的一個自我防禦的措施 那當然這個措施 勉為欽然教措施過程中 有時候是保護了自己 那假設這條線是往他的這個民族 異民族的地方活動的話 那就變成了侵入其他這個民族的這樣的一個界線的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愛詠線制度其實應該是從清更早之前 甚至是這個漢 這十幾區就有這樣的一個線的概念 只是說到台灣來之後 我們不太可能在山上蓋磚牆 對不對 我們的山可能就是海拔差異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如果都花這些錢的話就太麻煩了 所以最後怎麼做 最後我們就直接把上面的這一些線 直接把它全部砍光光 樹砍光光 然後我看得到就好了 我後面會比較詳細介紹愛詠線的一些基本的設施 這個線只要一推進的時候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因為我把這個土地包圍了 我就可以拿來利用對不對 在台灣的愛詠線包圍下 大概有幾個比較常用的用途 第一個 髒腦 因為髒腦以前在這個採髒的時候 會遇到原住民來清腦 所以會有一些增值的事件發生 可是我這條線之後 我這個線裡面就比較安全了 第二個 如果這個線裡面有髒腦以外的這些樹木怎麼辦 它會作為這個新材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木材來使用 當然會把它變成這個我們所謂這個燒過這個灰桃來使用 接下來就是說 在這個資源裡面 當然包圍的這個空間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是 它可以監視到線外的原住民 因為線的外面一定是原住民 所以當時候這個愛詠線在設置的時候 其實主要著眼點在於所謂資源的部分 這個愛詠線在整個一個日日時期 它其實數量非常多 所謂非常多是因為全台灣很多地方都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線移動的速度超級快 你想重重要快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線的數量跟它的位置 難度就變得非常高 當我們再去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從一些基本的文獻 譬如說像是一些日日新報 或者是一些總督府的公文類傳 或者是一些週聽報 或者是一些歷史圖資 當然還有日日時期很重要的 李番誌稿 或者是台北周李番誌等等這些書籍 這些書籍你讀完之後 你還是對它的實際為止其實不是那麼確定 那怎麼辦 現場去看 現場去看的過程中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因為 這條線沒有像以前的萬里長城竹城牆 沒有竹城牆的時候會怎麼辦 它會有一些 當時候的這些歷史遺物留下來 通常會有一些遺物包括像愛路 包括像通電鐵書網的愛子 或者是一些當時候的警備單位 包括有所謂的愛寮分遣所跟監督所 或者是當時候這一些被派到山區裡面 來守備的這些人的一些生活遺物 包括酒瓶 包括池碗 酒瓶這些破片都有 當然最難的其實是第三個部分 是要把這個踏查過這一些路線 結合文獻把它做成這種GIS地圖 這個大概是最難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它移動速度很快 它跟其他的這一些日日時節 理番設施又不太一樣 像駐在所或者是一些大的這一些 這個理番設施差異很大 它因為電動快相對留下來遺物其實相對比較少 這樣的過程中其實還是可以被做研究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愛永縣的推進政策的由來 整個愛永縣其實在日本人在1895開始來統治之後 其實遇到一個最大的麻煩是因為在清國的時期 其實在清末的時候已經有愛訪的設施了 可是因為劉明傳的才愛字引 就是把愛拆掉 變成永營來防守 那防守完了之後 遇到1895之後 這個永營就散掉了 山區武力就真空了 那怎麼辦 那當然原住民就透過山上的這個 這個清朗就跑到比較沿山的地方來清朗 那這個過程中 早期的愛縣就不見了 劉明傳那時期的愛永縣就不見了 那不見得怎麼辦 那日本人當然最初期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就是沒有注意到愛永縣的這樣的一個積極的經營的部分 為什麼 平地那麼多的這些漢人的武裝康律都已經來不及了 哪有空管到山上去啊 所以1895到1900年的前後 他基本上不去管這個 所謂的愛永縣這個部分 怎麼辦 那愛永縣歸誰管 給了一些清末時期已經有一些拓肯單位的這些 這個單位來委託管理 比如說有一些肯號等等 那日本來之後呢 有時候還相對給一些補助給他們 說你們幫我們在開肯過程中 也守一下邊區 桃竹苗一帶最明顯 桃竹苗一帶最明顯 那這樣的一個制度延續了好幾年 直到大概1906年之後 發生一個比較大的變革是說 因為當時候1906年發生了南莊事件 這個南莊事件比較特別的時候 是因為這個南莊事件裡面的啟示者 有米南人 然後也有客家人 還有部分的貧捕族 然後這些愛永公道的這個肢聽裡面 那官方就覺得說 那怎麼會有愛永公道的肢聽裡面來 所以他們想像不對了 這個制度未來一定要做一個統整 慢慢的慢慢的就把這個愛永 針對各個地方的補助 這樣的一個措施取消掉了 那怎麼辦 把這樣的指揮權全部歸給了警察來管理 歸給警察來管理 所以從1906年的下半年開始 各個地方分別來做這個愛永的相關的 這個制度的改譯 就把他變成一個警察可以控管的單位 那在控管之前其實也有些單位 有提出比較特別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南投這一代 他甚至是希望恢復像清國時候的 這種軍隊形勢 可是後來被總督府把它否決掉了 認為說好像這樣也不太對 那因為各個地方的地方的制度又不太一樣 所以在1906年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制度來做一個統整 最後由各地的警察來管理 所以我們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才會講到說 他叫愛永縣 可是英文其實寫的 英文是警察守備縣 英文字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在這個縣上裡面的人數最多的是誰 愛永 是愛永 所以就直接讓愛永縣變成這條防禦縣的名字 他由來是這個樣子的 那也透過這樣的縣 那開始的把山上整個防備的這樣的事物 重新再做一個統整 因為當時候的這個南庄事件之後 那發現說 那把這條縣做成一條防禦縣之後 可以讓我們所控管下的土地 跟界外原住民的土地 有一個比較好的區隔 那我在作為章木的利用的時候 也比較安全一點點 所以從06年開始之後 這個縣變成開始會動 這條縣慢慢的就從淺山 甚至是山腳地帶淺山 半深山 深山 然後到最深山裡面 全部把它包起來 那包的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縣會從比較低海拔 然後往高海拔的地方移動 那愛永縣目前我們知道 最高的位置其實大概是2000多公尺 不到3000公尺 里翻道路才有 愛永縣最高大概2000多公尺 為什麼 因為它的目的是要包圍部落 包圍山腳下的部落 所以它不會到3000公尺 因為3000公尺上面不會有部落 那這個縣上面 跟原住民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全台灣大概有10個縣是有愛永縣 依序下來是新北、桃園、新竹、苗 苗栗、台中、南投、宜蘭、花蓮、台東跟高雄 有這10個縣市 那跟這個愛永縣有關係的原住民族有哪些呢 包括太亞族、塞德克族、太魯閣族、塞夏族、阿美族、布農族、盧凱族 太魯閣、塞德克族、塞夏 這幾個大概是最嚴重 那阿美族是因為七角川事件 那布農族是因為後來的槍支收壓事件 築起了防禦線 但是如果進到領域裡面 其實大概是前4個是最嚴重的 是最嚴重的 那這幾個原住民族裡面的這一些愛永縣呢 分別也跟目前我們原住民的10大歷史事件裡面 有7個有關係 包括南庄事件、大報社事件、大科坎事件、李洛山事件、七角川事件 太魯閣事件跟大分事件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了解愛永縣 等於其實你也了解這10個裡面7個的歷史事件 因為都跟邊界、都跟愛永縣所轄下的這個資源利用 有直接性的關係 所以當各位在找一些數位資料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上面都會提到愛永縣、愛永縣 大家剛才也就知道說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那這一些日治時期的愛永縣 因為它是一個官方的既定政策 所以在推動的時候 當然也是作為日治時期宣傳它的政績之一 日本人在日治時期的愛永縣推進的一些時期 也出版了一些跟當時候的這一些 愛永縣推進或討伐相關的這些紀念寫真帖 各位也可以在圖書館的數位典藏的資料庫 或者是寫真帖資料庫裡面找到這一些 當時候的這一些推進的這個數位資料 左邊這個是南莊 這個是太魯閣討伐紀念 那是大正的這個 南部的匪徒討伐警察紀念 那這個大正二年 那這些裡面都有很多當時候討伐的照片 包括部隊行進的這個部分 占領的這個位置 砲台的位置 以及這一些原住民在當時候 透過這個愛永縣推進 然後接下來透過討伐戰爭的這個進行的時候 強迫當時候的這個 受管理這個原住民族來歸順 所以討伐完之後 通常都會舉行這個歸順式 照片裡面就會出現這個歸順式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個愛永縣在做的時候 他必須要做一些基本的動作 第一個要寫計畫書 什麼要寫計畫書 我既然要去山上討伐 我怎麼可能就是隨便派個人上去 第一個 我要去的這個地方 要寫這個推進的計畫書 那計畫書裡面呢 在早期還沒有變成這個廳 或所謂的我們後面的那個 那個周或郡的時候 早期是聽跟知聽 那通常會有當地的這個廳長 擬定這個前進的這個推進的計畫書 接下來呢 他的番務課長或者是里番相關人員 會兼任這個討伐部隊的副隊長 或者是每一個支隊的隊長 那討伐的路線不是只有一個 同時可能有兩三條路線 用包抄包圍的方式 那這個討伐過程中呢 他會組織這個討伐部隊 那這個部隊裡面的成員呢 大部分都警察 那警察裡面呢 會從各個廳跟各個支廳 來調這個警察過來支援 接下來會有艾勇 就是他的最下屬的這個蘇姓這個人員 那艾勇進來之後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吃的東西 後勤很重要對不對 要請很多日文叫仁夫 Porter 幫你搬這個吃的東西 你的砲、你的武器、你的食物都要運送 就組織這樣一個很龐大的這個討伐部隊 那部隊呢 會設立這個前進的指揮所 然後由這個前進指揮所呢 來下命令 由哪幾條部隊 會往左、往右、往哪一個地方 來開始做這個防禦線的這個設計 所以呢 當時候的山上的這一些 這個重要的這個點 就會設立所謂的這個前進的這個指揮所 那這個是當時候指揮所的這個照片 大家可以看出來 那個建築是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今天討伐完 下一個就換地方了 所以不會蓋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現在就這樣到這個現場去看 大概看不到什麼東西了 因為已經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接下來呢 到了這個佐久堅、佐馬太總督上任之後 這個討伐、艾勇欣的這樣的權力呢 可以上到這個總督的這個身上 所以像太五個討伐站的總指揮官 是佐久堅、佐馬太 是他 但是早期其實是各聽自己來負責 那當然這個也跟佐久堅、佐馬太在上任之後 跟帝國會議要的這個討伐軍費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們當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到了佐久堅時期的這個艾勇欣 很多都是他掛這個討伐指揮官 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艾勇欣本身呢 他按照日文的說法 他其實有分等級 他分三個等級 一等、二等、三等 那每日禮 那個禮是日禮的部分 一日禮大概3.927公里 所以大概將近四公里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每大約八公里有監督所一所 那這個分籤所裡面有六個這個單位 所以一等他很密集 那再加上這個艾勇十二個 所以意思怎麼說呢 就是我站在這個位置 下面那個點我眼睛看得到 所以當這個防禦線設好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越過這個線 從這個線外潛入到線內裡面來的 因為那個視角的部分是看得很清楚的 那一直從一等到三等的部分 三等就沒有設艾勒了 就沒有設艾勒了 那這個設置的這些人 大概有多少人其實也很難統計 為什麼 因為討伐線 在這個部隊在討伐的時候 他是動態的 那什麼時候才會變成是固定的形式 是討伐完之後 設立好這個警備單位之後 裡面就會配置人員 配置人員 那艾勒裡面通常佔的是艾勇 一個艾勒大概佔兩位艾勒 那有當過兵的人 大概就知道我們戰哨說是不是要雙哨 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 你總不能兩個臨時被換掉 那艾勒大概跟我們的哨所差不多 裡面沒有床的 就是佔的 只能佔的 那要換單位 就是要換 就是要回來休息 他不可能佔24個小時 假設佔了6個小時、8個小時 要換班的時候怎麼辦 就到這個分錢所 或者是到監督所裡面來換班 那他們是可以休假的 他們是可以休假的 那休假的時候 艾勇可以回家 可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休假完艾勇不回來怎麼辦 那就產生亂事對不對 沒有辦法派人去防禦嘛 七角酸事件就是因為艾勇不回來守了 產生了問題 因為那個艾勇被吊太遠去守這個艾勇 艾勇就不回去了 後來引發這個討伐戰 七角酸事件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一些聊社你就想想看 很綿密的這樣的一個網絡的狀態 當然它是線狀的 可是每一條線跟另外一個地方的線 它又可以連在一起 所以你就想想看 一百多年前的山上 每一個林線上有很多條艾勇線 同時很多人在山上工作著 艾勇線裡面有哪些中央的工程 本身是線 只有線 我剛才講的 它不像萬里長城像蓋那個磚頭對不對 這個磚牆都沒有蓋 那怎麼辦 把這個線的左邊右邊的樹木全部砍光光 砍光光 那砍光光的時候是不是光凸凸的 那接下來我會在這個線上設一些 防禦的這些設施 包括剛剛講那個寮舍 那以及一些重要的地方 設這個鐵絲網 包括礙路 就是上面有巡視 有些路不好走 我要做一些礙路 讓我這些 這個守備人員可以很輕易的通過 像礙泳 他要去換班的時候 他是要走過去的 那這過程中 我會上面修這個礙路 所以如果我們看這個地方 他其實有鋪石街 他有鋪石街 方便愛詠來走 接下來呢 有些地方 過水的地方 也要設這個吊橋 不然難道這個愛詠要飛天遁地嗎 沒有 要設吊橋 有些地方呢 為了怕原住民翻過來 越到這個線內裡面 還蠻一設這個地雷 還蠻一設這個地雷 那為了怕這個晚上的時候 原住民翻到這個線裡面來 半夜還打這個探照燈 那探照燈其實還有一些小故事 拿火車的探照燈 拿船的探照燈 這個還是一些小故事 蠻有趣的 那這個過程中呢 讓這條線的外面的這個原住民族 難以越這個雷池一步 那當然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有一些加強的公司 尤其是所謂的這個鐵絲網的部分 那愛詠縣本身呢 大概有多寬 大概將近有10米到20米的寬度 當然不是這個決定性的這個寬度 為什麼 你哪知道那個山上的零線是寬還是窄 那如果可以寬它盡量是寬 因為它為了防禦的關係 有些地方如果懸來峭壁不用到10公尺 3公尺你就過不去了 就像山海關一一樣 幾公尺就夠了 所以是一個大約的這個 施設這個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它就把所有的樹都砍光光 其實這是零線 這是零線這樣子過去 那這個過程中呢 當如果遇到有一些原住民 要翻過線來的時候怎麼辦 通知大家 敲漏打鼓 敲這個井鼓 誰敲 愛詠去敲 那這個井鼓其實又有另外一個小故事 因為當年討伐戰的時候 去到很多原住民部落 因為要攻打這個原住民的部落 來迫使他來 等於是投降日治時期的政府 那這原住民族當然不那麼笨 他就跑了 那這個部隊到這個部落裡面的時候 發現這個 尤其是泛泰亞族的部落裡面 有一個東西很有趣 那個編織的一個做事的織布機 它是一個桶狀中間是空的 結果這一些警察 就把這個空的這個桶子 放到這個井庭裡面 當作敲的這個警鐘來使用 所以我們在日日時期的一些明信片 或者是當時候的這個寫真帖裡面 有看到這個 拿這個泰亞族的一個織布機 來當作這個井鼓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也是一個小故事 那接下來呢 為了讓這個守備人員 可以在上面很輕鬆的走 會修愛路 會修這個愛路 那這個是吊橋 這個是吊橋 這是當時候愛詠的照片 會修這個路 會修這個路 那這個路呢原則上不會太寬 為什麼 因為他只是要讓愛詠通過而已 所以他不會修很寬 那大概多寬呢 大概差不多是一公尺上下 到這個1.8公尺的這個路幅裡面 那早期的愛路很小 那到後期愛路比較寬 尤其是大概差不多到大正年間 大概三四年後期 這個愛路都變得非常寬 那變得非常寬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後期的愛詠縣有的有做通電鐵絲網 如果我沒有把愛路做好的時候 我的井被人員很容易跌倒 然後被通電鐵絲網電到 然後死亡 所以後期愛路很寬 初期很多的愛詠縣其實是沒有通電的 那等一下我們講到通電這個部分 那這個路的這個路幅都不會太寬 所以是小小的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他路的做的方式 通常有凸到 就是凹起來這個路面的部分叫凸到 接下來是凹進去的叫凹到 那在山腰旁邊 砍出來一個類似像L型的這樣一個 薄砍的這樣的一個砍接的部分 我們叫做三副道 三副道 三副道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的路呢 在愛詠縣推進的時期 我剛剛講那個十個區域都有 都有 都看得到 那為了讓這一些守備人員在山上可以住 那要蓋這個房屋給他們住 那因為他們是臨時性的設施 所以不會蓋得非常的豪華 裡面不會有電冰箱 什麼都不會有 就是單純生活功能而已 那接下來在蓋的過程中 為了怕這個原住民透過這個槍枝 來射擊這個警備人員 所以在這個屋子的附近會加厚這個木材 或者是夯土牆 來抵禦這個子彈的貫穿 那也為了讓這一個上面的這個人比較安全 那有些地方有設這個鐵絲網 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讓外面的原住民比較不要輕鬧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以當時候的這個建制來講 最高等級叫監督所 那監督所的大小大概可以容納20個人上下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在一間房子裡面 是那一個附地上可以超過20個人來活動 那分遣所大概6到12個人之間看他編制 接下來是艾聊大概差不多兩個左右 所以艾聊很小 那分遣所跟監督所 現場的樓板面積都比較大 那尤其是監督所 有些監督所還附設有賣這個酒類的地方 有點像雜貨店這樣的地方 那一般我們大概是這樣看 那當然除了這樣的一個寮舍之外 還有等一下會講到還有砲台 還有砲台 好 那這一些艾永縣會通過溪流 通過溪流怎麼辦 蓋吊橋啊 蓋吊橋啊 那這個吊橋跟後來 我們在所謂的李番道時期的一個吊橋不太遠 因為他是要臨時通過而已 就架起來之後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讓我去看到 現場還有這個日治時期艾永縣留下來吊橋的 我目前只看過兩處而已 只看過兩處而已 其他地方大概都沒有看到了 那兩處為什麼會看得到 是因為它一直在使用 可以從它最早期變化看下來 那此外的大概都被衝走 或已經裁車掉就沒有了 那這個也是當時候日治時期的這個 苗栗附近的這個艾永縣的這個吊橋 比較簡單 那這一些吊橋大概都屬於臨時性的設施 那當然在推進的過程中 有時候還會利用原住民的藤橋或竹橋 因為它侵擾到這個原住民的範圍裡面 那原住民在山區 部落跟部落之間 還是有聯絡的這個方式 有設路對不對 部落聯絡到 那他們怎麼樣去聯絡 他們會蓋檢疫的竹橋或檢疫的藤橋 所以我們在這個日文的資料裡面 尤其在討伐過程中 也會看到說 會看到原住民的這個橋案的部分 那對當時候的這個日本警察來講的話 他主要還是會蓋這個吊橋的部分 讓這個部隊可以安全的通過 那為了在山上安全的住下來 所以這一些這個寮舍 通常都會設一些保護措施 那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我們住的這個外面 會把這個土牆把它蒸後 或者是房子本身在建築的時候 就把它用夯土方式來避免這個子彈貫穿 另外一個就是 也怕原住民侵擾怎麼辦 把這個竹子削成尖尖的這個 像一個木炸這種方式 讓你不要來侵擾這個手臂人員 那早上沒有關係 晚上不小心會受傷對不對 會受傷 因為不小心跌倒就被刺穿 所以當時候在討伐時期 其實原住民受傷 這些手臂人員也相對受傷 大概比例也蠻高的 要嘛穿刺傷 要嘛槍傷等等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在當時的年代裡面 互相的這樣的一個現況 不是說我現在只佔領你 然後我都沒有傷亡 不是的 很多人像被自己的榴彈打到也有 好 那在這些防禦措施裡面 有時候會蓋這個砲台 蓋這個砲台 那這砲裡面有時候是舊砲 有時候是山砲 有時候是野砲等等 那這些砲通常是可以分解 到山上去才安置放下來 那這個砲台呢 只有在討伐時期在山上 當討伐結束之後 炮就拿走了 炮就拿走了 因為不需要把這麼好的武器放到那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安定之後我就可以拿走 那當然有些少數日治時期的砲 還留在山上有 台灣山上目前有幾個地方有 包括現在的梨山 現在的新烏里西的烏路 還有這個巴龍關古道上的華巴諾砲台 留有當時候熱戰爭 像華巴諾是熱戰爭的這個箭砲等等 那基本上如果是用這個日軍的這個制式的這個武器 尤其是跟軍方申請的這些砲 他這些砲其實是可以拆卸的 槍管槍座之後可以拆卸 放在木箱裡面叫這個 所謂的這個Porter杯就可以了 到現地之後再把它組裝起來 那比較大型的是山砲 那有一些有點類似像我們榴彈砲而已 槍流砲這樣子 只是要嚇人而已 不是要置人於死地 那只要當初愛詠縣推進的時候 那當地的部落只要沒有那麼的願意配合 他就轟他 轟了幾天之後 那這個族人就會自動跑到這個地方來跟你講說 好啦不要再打了 就舉行一個暫時的這個歸順的儀式 那會後這樣的一個套的這個 所在這個砲台會拆掉 所以砲台最後都拆掉 因為不必要存在 那所以你在剛剛我們在 剛剛演講之初 不是看到那些寫真帖裡面 其實有很多砲台的照片 那你到現場看 看不到砲 砲拿走了 那當時候的砲呢 你可以看到還這麼看 現在一座其實還蠻大的 大概是陸軍的這種砲 接下來是通電鐵絲網 日治時期這個通電鐵絲網 也是一個蠻有趣的這樣的議題 因為這個愛詠線上 雖然防守那麼綿密 然後每一個點跟每一個句點間 似乎好像完全沒有辦法被你原住民穿越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晚上六點七點之後 天黑對不對 那我只要靜悄悄的摸到線內誰知道啊 那除了探照燈可以照到原住民之外 另外一個怎麼辦 射鐵絲網 可是鐵絲網射鐵絲網要錢耶 你想想看 這個幾十公里的這樣的距離裡面 我把鐵絲網拉起來要花多少錢啊 所以在日治時期的鐵絲網工程裡面 基本上會有但是不會每條都有 那只有在重要的據點去射這個鐵絲網的部分 那到後期因為軍費比較高 所以後期的幾條重要的愛永線 都有射通電鐵絲網 那這鐵絲網的部分呢 這個線上就如同我們的觀眾所看到的這一些 這個樣貌 那上面那個是通電的火線 那個有一個類似像 一個像茶邊那個是艾紫 那通常是高壓電 那在日治時期的通電鐵絲網裡面的數量是少的喔 是少的喔 千萬不要以為通電鐵絲網的數量非常多 等同於說愛永線都通電錯了 大概10%上下而已 大部分的愛永線是不通電的 為什麼通電要錢 鐵絲網要錢 電柱要錢 然後愛子要錢 發電設施要錢 怎麼可能天天把錢丟到那邊 不可能 所以它的比例是少的 然後單價是高的 主要還是透過人力來防一條線為主 那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愛永線 它確實是有通電鐵絲網的存在 通電鐵絲網的存在 它也要配合著所謂發電的場所來使用 好 我們看一下發電所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其實會看到那個 通電鐵絲網的這個位置 當時候的通電鐵絲網裡面 為了通電所以會蓋一些水利的設施 因為看起來好像是最便宜的這個部分 那一般來講有主要兩種 有水利跟燃油的這個發電 燃油就有點類似像 我們的那個柴油發電機這樣的概念 可是燃油就麻煩了 是不是要補充這個油料 可是水利也麻煩 水利如果來個好雨 那我那個上面的那個接水的渠道 是不是壞掉了 所以各有優缺點 各有優缺點 那台灣最早的這個通電鐵絲網所設的愛永縣 其實就在新北市的轄區裡面 在哪裡 在烏來 在烏來裡面 那從哪邊到哪邊呢 從現在的烏來通電到宜蘭 台灣第一條的通電鐵絲網 1905年 比我們的縱貫鐵路通車還早 1905年 那使用哪個發電所的這一個電力呢 龜山發電廠的這個電力來使用 那根據有一些研究電力的這個學者 他說大概高壓電的電幅大概3000伏特上下 3000伏特是什麼概念 我們家的100億都可以電死人呢 3000伏特那個摸到它原則上就是被電油貫穿就對了 所以碰到這個高壓鐵絲網的不論是原住民族 或者是漢人的愛永 或者是日本的警察巡查等等 大概都沒有救 大概都沒有救 因為是高壓電 那你把那個時間 往回播一百多年前 有一個人在烏來的附近的山上 然後被高壓電電到 然後搬到這個台北的這個 我們附近的這個台大醫院裡面去救治 可能嗎 大概都是直接立即就死亡了 而且當時候的這個醫療 也沒有像現在這麼的發達 所以有些人就因為這樣死亡 那這個是當時候的這個發電所的樣貌 那有一些地方的這個通電鐵絲網 確實是設這個水利的發電所 比如像內灣 比如說大南澳這邊的發電所 翻射坑的也是 烏來這邊也是 可是其實有蠻大的比例是用藍油發電的 為什麼 我沒有水怎麼辦 我還是要設發電設施怎麼辦 通常是用藍油的 那藍油的部分 可以補充水利發電設施的不足 當然發電也不會是24小時不間斷的發電 除了那個地方 原住民的狀況非常的顯熱 通常是晚上一定會通電 早上看情形 還有區間供電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因為電畢竟很貴 我們現在電還是 我們台灣電是便宜 可是你要想想看日式的電 然後放到山上去 然後只為了這個防禦線來設置的話 那個成本是高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山上有看到這些通電設施的話 其實那條線就是通電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 那它會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通電鐵絲網的矮子 那這個照片應該是在新竹的 猶羅山的另外一面 撿到這個矮子 那現場的通電鐵絲網 長的就是左邊這個樣子 好像看那個矮子 一二三四都還在這個樹上 都還在樹上 那大家很好奇說 怎麼一百多年後 這個矮子沒有跑到天空去 它可能那個生長點在這個 矮子鑽進去那個的上面 所以樹往上長 那這個矮子並沒有往上長 所以那個位置就 當時候通電鐵絲網的設的位置 就剛剛好跟這個樣子一模一樣 那四條線裡面的這個部分 拉的是火線 就是火線 那這個火線的內側會有地線 是一個迴路 會是一個迴路 那通常火線的矮子都是白色的 那迴路的矮子是咖啡色的 迴路的矮子會咖啡色的 所以你會在山上看到白色通常都是火線的 偶爾會看到這個咖啡色的 那是地線在用的 雖然按照這個電力的原則是 手摸到火線 人踩到地線就觸電了 沒有錯 可是還是要設一個迴路 那通常是在這個火線的迴路的後面 地線會在內側 那這個線的外面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1234顆的正前面 就是原住民的區域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如果要看說 哪邊是艾永仙的線內跟線外 這張照片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艾子的正對面就是線外 艾子的後面就是線內 可是這個線內跟線外是會交換的 為什麼 艾永仙會不斷的往前推進的時候 以前的線外會變成線內 所以我們會在日文的文獻裡面 永不止盡的看到線外翻、線內翻 可是你要知道他位置在哪裡 那個位置是會改變的 我們接下來再往下看 接下來也會埋設地雷 這個地雷是在 尤羅山艾永縣附近的一個監督所裡面的地雷 因為當時的這個學校在蓋的時候 在清操場 然後往地下一挖 怎麼地下有地雷 他其實沒有已經無效了 那個地雷的這個 這個敵火已經把它拿起來了 就是他上面這一個 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隱性 踩到的時候他才會引爆 那當時因為艾永縣後來有裁掉 那有些地雷就把上面的這個 這個敵火部分把它拔起來 那就沒有效果 所以你問我說這幾個地雷會不會恐怖 其實不太會 就是已經失效 那左邊這個是步槍的這個子彈 這個是步槍的這個子彈 這個是迫擊炮的隱性的頭 那右下方這個是電池 所以在山上其實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艾子之外 也看到九瓶 其實還有這些當時候留下來的這些色施 那當然已經過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其實這些歷史遺跡 我們現場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講了這個艾永縣本身 我們當然要知道說艾永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艾永呢 其實在青或者在日治時期 這個艾永的人的這個身分都不太一樣 那像青代的時候 如果像陶竹苗一代 尤其像是竹苗一代 有些艾永甚至是請賽下主來擔任 尤其是這個寶山瓊泥這一代 請賽下主來當這個艾永 那到了日治時期之後 這些艾永的身分也是看每個地方來決定 那艾永的這個衝能 要透過地方寶甲制度來徵用 寶甲制度來徵用 那某些地方跟艾永的這個族籍也不太一樣 譬如說你如果是在台北的話 有可能是閩南人居多 陶竹苗的話就客家人居多 那可是跟各位講 也有貧朴主來當任艾永的 哪裡居多? 蒲里 蒲里哪裡? 蒲里的所謂的貧朴的四色的這個族人 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牛棉 然後這個蜈公倫這一代的貧朴主來充任這個艾永 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在相關的文獻裡面 看到他們的這個族民的部分 看到他們的族民的部分 就是他們自己的那個當時候貧朴族 還在用那個他們的語言那個年代裡面 寫出來的這個族民 所以這一些艾永的人 有所謂在地性的這個部分 我也不宜就是台北這邊艾永縣的時候 那我叫這個扑里的艾永來當 那他們會把我放假回家 那你如果不讓我回家 我不跟你翻臉才怪 所以通常這個艾永 還是有他的這個地區性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艾永裡面呢 通常會有一些等級的區別 最高 因為我這是放在地方 如果到中央會有警示 警察警 然後那個視力的示警示 所以日本現在還是用警示廳 那因為他層級比較高 那我們艾永縣還不到警示 地方來講的話 大概警部就已經很厲害了 警部接下來警部補 巡查部長 巡查夾一種 巡查補警守 艾永部長艾永 說艾永的這個資歷最低 而且重點 艾永或者是艾永部長 或警守是臨時招募的 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到約聘雇的這個故宮 任務結束之後他可以卸甲歸田 可是如果你是巡查 或者是巡查部長 或警部或警部補 你要去參加他們的考試 警察考試才可以 有點像是警察官員的這樣的概念 但是呢 因為當時候在整個一個討伐過程中 有一些艾永武長 可能有一些軍工 我們應該講就是軍工 他比如說他 對原住民的這個戰爭裡面 非常的勇武 然後也殺了不少的原住民族 把他拔著為巡查部 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但是正是還要透過考試 上課考試 來取得這個職位 那這個過程中呢 這些所謂的艾永呢 會各個地方來招募 那通常他們的任務是什麼呢 主要是原住民區域的警戒 搜索 討伐 跟一些素性的雜事 那他們有一些資格限制 比如說 第一個 他們年齡也不能年紀太小 那以警守來說 警守的這個年齡要在20歲以上 40歲以下的日本人 有一些日本人可能 不像有一些官員 他到台灣來可以在各個地方 政府來認官 他有時候就要到台灣來 那他要工作 有些也來當作這個艾永 那日治時期 有兩個時期很明顯 一個是1895年的這個 所謂的親日戰爭之後的這個變化 有一些退伍的這些 士官兵到台灣來 這是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 1904年、1905年的日熱戰爭 這兩個主要時期 有一些退伍軍人 因為工作關係 跑到新的土地來生活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兩個時間裡面 會看到有一些 這所謂的日籍的這些警守 因為他們不是官 不是警官 跑到台灣來 那怎麼辦 我要給他們工作 那你們就去當警守 因為一拿起來 每個都會用槍 對不對 當過士兵 對不對 槍字都在那裡講 容易可以上手 相對的一些 部隊裡面的一些生活禮儀 跟一些部隊的行軍規範 他也都懂 來統領這個部分剛剛好 所以就請他們來擔任這個警守的部分 他是20歲以下 45歲以下日本人 那艾勇的年紀是17歲以上 45歲以下的台灣人 那這台灣人裡面 就閩南人、客家人 跟剛剛講的那個平埔族群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那接下來呢 他有一些標準說 你身強體壯 要能吃苦耐勞 接下來你的精神狀態、視力跟聽力要良好者 總不能命令下達之後 聽不到命令然後就去做 不可能 所以你的這個部分要良好 接下來可以大聲喊話者 為什麼 剛剛不是那個筋骨對不對 如果聲音傳不出去的時候 你要大叫啊 所以希望你可以大聲喊話者 就是表示這個身體素質很好 當然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希望你不要有一些殘疾部分 比如說你身上有這個小麻痺 或一些殘疾部分 然後其實這個條例後面還有很多條 我沒有列出來 我只把重要部分把它擷取出來而已 那他薪水多少呢 錦手大概是10元、是20元 愛勇大概是7元到15元 其實薪水算高 而且每次討伐過程中 如果遇到有一些殺敵、勇敢者 還會給予獎賞 一塊到五塊不等 所以當時候在山上大愛勇雖然很辛苦 可是他你的薪水不算太差 可是就是有危險 為什麼? 線外的原住民如果摸哨就被摸掉了 所以這是當時候愛勇的狀態 當然這些愛勇裡面 當愛勇縣推進政策結束之後 這個愛勇在日日時期 整個警察制度改變之後 漢人的部分也全部變成警守 全部變成警守 因為我們現在叫做 派出所裡面的處理雜事的這個人 叫警守 警察駐守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當時候的這一些愛勇其實數量還蠻多的 你想想看 如果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每一個愛勇縣的這個區間 有十二個、十個愛兩名 裡面有兩個人 我當年其實偷懶 我應該算一下 到底總督府每年花多少錢 在這個愛勇身上 寫完我就忘記了 其實花了不少錢 人事費就花了不少錢 在這一些愛勇縣推進過程中 其實你在山區很容易看到一些遺址 主要的部分包括像史前考古遺址 還有原住民的部落遺址 歷史史起的遺址像 腦療、腦罩、伐木工療、森林、鐵道、流龍、鎖道、 林場、工作站等這些工程設施 甚至是清或者是日治時期 原住民或討伐戰爭所產生一些戰爭的遺址 那也包括後來的一些實際的這個禮番的措施 包括一些像愛勇縣的這個遼舍 後期禮番大陸像一些住在所 或者是部落人的住在所 還有一些正式的吊橋 甚至彈藥庫 還有一些比較半永久性的砲台 或者是帆紅教育所養長寺 還有一些像療養所等等 你在山上就可以看到這些設施 那有些設施也還留到現在 我們還看得到 我們還看得到 那這個是當時候的這個生活中 這些酒瓶 還有這個導調這個墊柱的這個 愛勇縣的這個墊柱跟愛子這個部分 現在好像看得到 這是在澎澎山 在這個宜蘭那邊 所以歷史雖然發生過去的 其實它是會有一些遺物留下來的 讓我們看得到的部分 接下來的後半段 我們大概就介紹一下說 全台灣大概有哪些愛勇縣 這是我們新北這個地方的愛勇縣 新北這邊的愛勇縣 最早愛勇縣其實在新店的靠近清潭 跟這一個 還不到現在在我們這個 烏來的這個區塊裡面 大概現在這個水庫的旁邊 翡翠水庫的旁邊就愛勇縣了 它是清代的 那這裡面呢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這個七跟九 七是我剛才講的 第一條通電鐵絲網往宜蘭的部分 那九是往插天山 往桃園去的 這兩條愛勇縣都是通電 都通電 然後插天山這條愛勇縣還有設套臺 設在插天山半戰要打哪裡 打現在的烏來跟福山這附近的部落 因為居高臨下 蹦下去就打得到了 那這七跟九 就會看到很多這些 通電鐵絲網的這些遺跡 那現場看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1901年到1901年 這個愛勇縣 就剛才講 就是在翡翠水庫的旁邊 靠近翡翠水庫的右岸 在新店轄內 就愛勇縣 就愛勇縣 山山看得到 這不是我沒事跑到山山去疊石街 我不做這種蠢事 現場看得到 現在看得到 那右邊這個部分是當時候分遣所所留下來的遺跡 當然我沒有去除草 因為除不完 有上千處 除不完 那這個是四頭山這邊的愛勇縣 現在這個新北市政府把它上面蓋個玻璃的灶 把它造起來 可是這是我當年去調查的時候 還是原來樣貌的這個狀態 那右邊那個是愛路 剛剛不是講會有開一條路 讓這個愛勇來走 那右邊這個是愛路 在這個愛勇縣的側邊大概幾十公尺而已 他會開一條愛路來讓愛勇來走 那這個是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橫貫那個愛勇縣 橫貫愛勇縣 接下來講到桃園的部分 桃園部分他數量也蠻多的 那最早的愛勇縣其實是在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哪裡呢 就是現在你站在這一個頭寮那附近 就是先用金國先生那個臨寢的後面那條山 的那個附近 那個以前其實就是藩界的所在地 那一條從此無後山的那一條 沿著陵線的那一條陵線 一直到石門水庫的西底的那個陵線上 那整條都是愛勇縣 整條都是愛勇縣 那我們可以從上面看出來說 在初期這個地方 尤其是像這個地方 比較明明的愛勇縣 因為推近初期 不敢一次推那麼遠 可是大概差不多到1901年代之後 它往陶淵的後山推進去 推進去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像剛剛我們有一條愛勇縣是這一條 這一條粉紅色這一條 這一條是跟台北的那個 插天山那一條一條一線是合在一起的 它是通電鐵絲網 那它從插天山過來之後 下到腳板山附近 那麼遠喔 那麼遠喔 那接下來通電鐵絲網呢 黑色這一條也是通電鐵絲網 一直到宜蘭的交界 還有這個新竹這一條到李洞山這個 也是通電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 那你們到這個地方附近 如果去登山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那個路好像走起來很好走的樣子 其實很有可能是日治時期 這些愛勇縣的愛路 可是回過頭來一百多年前 你怎麼可能在愛勇縣上走路呢 不可能 那是現在 好 那現場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這個 愛路的這個時階 很漂亮對不對 不是我跌的喔 日治時期的愛勇縣 那這樣在這個西周上的那個林線上 望這個 淨水池的這個 的樣子 在旁邊而已 好 那這個是191年代這個 高岡的愛勇縣 那高岡愛勇縣的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前幾張的PowerPoint裡面 黑色那個部分 那這個愛勇縣是從現在的這個 腳板山延伸 延伸到這個宜蘭的境內 那是在大漢溪的右岸 左岸是運輸 主要是運輸用 右岸主要是討伐用 那這個愛勇縣呢 橫跨過這一個大漢溪的時候呢 有一個吊橋 在高益附近 在高益附近 那從高益的地方往西底裡面走 可以看到有不同時期的鐵絲網在上面 你有看到這個鐵絲網有好幾層對不對 他就是日治時期的這個愛勇縣 然後後來變成了里藩道窩的這個鐵絲網 就不是鐵絲網 就是吊橋 後來戰後可能這附近有水紋要觀測 戰後又在上面再蓋一層 所以同時這個吊場上蓋了好幾層的這個吊橋 如果有空你們可以到這邊 大概往下走 大概走兩百公尺左右 就往下走 往西底走大概兩百公尺 那接下來這個是愛勇縣爬到這個 這個算是桃園跟宜蘭的一個交界 一個很重要的山叫蓬蓬山 這是蓬蓬山山你望過去的這個照片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愛勇縣因為有好幾個監督所 我們剛才講監督所很大 那這幾個監督所裡面呢 有一個監督所叫Takasan監督所 後來變成了住在所 變成永久性的這個建築 那這個裡面就是當時候警察裡面 的那個所謂的這個風呂 就是泡管風呂就是 這個是立起來的 那冬天很冷的時候 在裡面生柴火 然後可以在裡面泡澡 那這個是現場的遺物 那左邊這個是以前的這個 分錢所留下來的遺跡 後來被那個當地的太亞族 把它改成這個香菇寮 烘烤香菇 就是當時候的這個警察設施 再利用的這個最佳的案例 那這個是往 剛剛講的同一條愛勇縣 往這個宜蘭部分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出來 疊十階這樣一階階疊上去 很長一段大概有 差不多海拔大概 連續大概走個一兩百公尺的這個高差 全部都鋪石階 那這個是從一個監督所回望上巴林 上巴林日時期 因為愛勇縣推進有色砲台 在這個頂端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愛勇縣的正對面 望過去的這個上巴林的樣貌 那所以這些點其實都還在 現場其實看到這些遺跡 接下來講新竹的部分 新竹的愛勇縣 是全台灣十個區裡面最多的愛勇縣 那為什麼我講最多 是因為它的推進次數最多 那也最複雜 那它的這個範圍影響最廣 那我統計大概是有28次左右 那這個次數跟次數之間 差一次或兩次 我想大概就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它就是一條前進的這個路線 然後把那個防禦路線把它建立起來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新竹的網絡裡面呢 靠近內源的 都是通電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 比如說像是 這一個里洞山 馬里克灣 Kinaji 還有這個 這一個 那個 遊羅山這幾條 都是通電鐵絲網 都是通電鐵絲網 就是有設鐵絲網的這個路線 還有愛子 還有設這個發電所 當然不見得都是水利發電 有時候是這個燃油發電 這裡面有比較詳細的推進的次數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一一的往下念下去 就是從1897年開始 然後一直到這一個 後面的1910年代都有 最後一條是霞克羅這邊的愛詠線 所以霞克羅古道其實有兩條 一條是後來的李帆道路 可是在他的林線的上方有一條愛詠線 叫做霞克羅愛詠線 那現場怎麼看這些地方呢 這個是1904年的淡靶山的愛詠線 左邊是愛詠監督分遣所的一個遺址 就是一個平台 疊了這樣的一個石堆 右邊這一張是從淡靶山的山頂 望這個關西 這是關西 這是關西的那個城鎮的所在地 看過去看得到了 接下來是彩河山 彩河山主要是在關西 要往這個羅馬公路的路上的左側 好像叫景山村的樣子 旁邊有一個山叫彩河山 彩河山本身有愛詠線 他愛詠線是連到了桃園境內的這個 這個西周山附近的 他會下到這個石門大壩的壩底 他直接是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石門水庫淹水上來的 所以這條愛詠線很有趣 是走到一半會直接去游泳 他下壩底 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那個路 那個兩個交際我們看得到 那這是當時候的這個 開的這個愛路 跟這個分間鎖的這個遺址 好 那這個是兒宮記跟路場的愛詠線是1908 這一條也是通電鐵絲網 他從現在的桃園境內跨到苗栗 跨到苗栗 那跨過的地方叫白蘭 Basquaran 我們現在地名叫白蘭 那跨過去後面會經過路場 會通過路場 然後直接上到嘉里山 然後再到這個苗栗境內 好遠 那這個是愛詠線所 載了一個大窩分前所 那這個是站在這個林線 往那個嘉里山 覺得走過去還有點遠 因為你要下好幾次溪 下溪再爬山再繞過去 如果你要調查 大概要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 那這個是1909 在靠近現在這個嘉興部落的後面 有一個山叫茂河山 茂河山這邊呢 也有這個愛詠線 那右邊是一個愛寮 左邊是一個茂河山山頂 有一個日本人在上面刻的 他的名字叫安元 後來就沒有查 這個人是愛詠無寮 或者是警察無寮 那邊刻字紀念 那這個是茂河山的山頂的狀態 好像看起來跟我的體型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是當年調查時候的樣貌 現在比較胖一點點 所以我每個地方大概我都實際有去過 那這個是到這個 應該是白蘭 不是白蘭 花園部落後面那邊 應該梅花村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一個林線叫做內橫坪山 那個林線上本身就是一條愛詠線 那上面有一個監督所 他現在是種的是薑 種一個薑 那為什麼他是監督所 因為整個遺址上都是玻璃碎片 因為被打成碎片 當作種這個薑的這個地來使用 好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那個游柔山的愛詠線的愛詚跟九平 好 那這個是剛剛那一條 那個游柔山愛詠線 他會下到這一個五峰 會過五峰 因為要跟白蘭附近這邊合在一起 那愛詠線一直下溪下溪 到快要到溪旁的時候 有一個吊橋 有一個吊橋 過去就到新竹的另外一邊去了 他都連在一起的 接下來是1911年的李栋山的愛詠線 李栋山愛詠線有好幾條 他的李栋山山頂的東西南北向各有愛詠線 四條 東向西向北向南向都有 那上面有一個這個李栋山的這個城堡 其實是一個總督府的一個防備的措施 裡面還有那個炮的這個躲台的這個位置 就是要防備這個原住民工山的這樣一個狀態 那這條愛詠線的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很深入到原住民區域裡面了 如果你有去過李栋山你就發現說 其實已經快要到新竹的核心的部分 因為當地的泰雅族是用李栋山分成內跟外 內跟外 內的話就是馬里克灣 馬里掛這邊 外面就是現在的納羅那一帶 所以如果你下次到李栋山的時候 其實他的四個方向都有愛詠線 而且是通電的 是通電的也是用愛詠線 那這是在這個山頂部分的半山要有一個這個墓碑 看得到 那右邊這張是一個分牽鎖的那個石牆 那這個也是現場的這個調查這個照片 就是石牆跟這個階梯 這都在李栋山附近 接下來講到1913的這個平納吉的這個愛詠線 那這個是在納羅的對面 納羅的對面 現在很夯 大家就順便爬山什麼高島啊什麼縱軸 那其實就是這條愛詠線 他是直接翻過去李栋山連領的後面 翻到現在的這個秀蘭這一帶 就翻過去 翻過去 那沿路上也都是有艾路跟很綿密的這個監督的這個單位 那這是我們經過很詳細調查之後 把每一個這個分錢所監督所所的遺址把它標出來 如果你要很認真的做大概可以做到這個層次 不過很辛苦因為你每一個都要找得到 因為那個鳥或那個部分有時候現場看不太容易看 那現場就是像一個湯土的土堆這樣子而已 那有些地方還變成是那個香菇鳥 段木的香菇鳥會拿來再利用 這個是1917年這個俠庫爾的愛詠線 在俠庫爾古道的正上面 還有一條愛詠線 那這間愛詠線呢 其實跟當時候的翻界有關係 那為什麼我叫做移動的這個界線呢 因為每當愛詠線推進的時候 這一個線推進的這個線列的部分 就是日本的殖民政府可以控管的部分 線外的部分我管不到 那可是日本人也很清楚知道說 雖然在1895年的這個簽訂條約之後 他雖然領有整個台灣包括現在的澎湖 可是日本人很清楚知道 原住民的地方他得透過討伐來取得 討伐來取得 所以他會名列哪些地方還沒有控管到的部分 那他就透過這個愛詠線推進 一塊一塊把這個山區的部分 把他控管下來 那這個過程中也會畫一些圖 像這個北方圖上面就有一些愛詠線的位置 那這個比較不明顯 因為他原圖就不是很明顯 然後這個是磁地六三藍的愛詠線前進的這個地圖 他屬於剪圖的部分 那他就會告訴你每年這個推進的位置 推進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把這個位置 再去把它走一遍看一遍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GIS的核對 看跟我們現在差異性有多大 那我們發現說其實這些界線 有時候是原住民的村裡界 甚至是跟外面平地相鎮的這個界線 可是這個界線會動的喔 會動的喔 什麼時候會動 當這個土地的這個使用 變成了一般的土地的時候 那番界的土地就變成 一般普通行政區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這邊都快一點 好 那苗栗這邊也是 初期的這個界線 其實就跟當時候番界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後來這個推進的時期 從外面比較靠近大湖這一帶 往現在的太陽鄉裡面來推進 那包括像這個 溪水山、橫濃山跟當天鄉有限 都是通電鐵絲網 都是通電鐵絲網 上面可以看到艾紙 那這些界線呢 其實跟後來的這個番界線 其實有點關係 那當然有些界線 透過我們現在的這個行政區化之後 有些原住民土地 就被跨歸到現在的 岩山的聚落 比如說大湖、斯坦等等 因為有這個線 它就可以控管 控管完之後 有一些狀況就會變成 我們普通行政區裡面的土地 好 那這個是馬拉邦的愛詠縣 時間很早 1906 年 馬拉邦這邊愛詠縣 接下來是這個南庄這邊附近愛詠縣 這個跟後來的這個南庄事件 有關係 這是溪水坑這邊的愛詠縣 1903 也是比較早期的 接下來是溪水山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當地的這個狀況 溪水坑的愛詠縣大概 山高度大概1000多公尺 也蠻高的 愛陸跟監督所也都還在 接下來是快要到大安西這邊 臨縣上也是愛詠縣 就是你們要去大安西上游 像橡皮、梅圓這邊玩的時候 它的對面的臨縣上就是有愛詠縣 也是沿著臨縣上面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大安西愛詠縣 那這些愛詠縣在推進的時候 日文都會寫得很清楚 這個是在這個明正事務 曾經提要裡面的這個日文的部分 在告訴你哪邊前進多少 包圍多少土地 所以他們是算得很精確的 不是隨便算的 這個是橫隆山愛詠縣的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都叫做橫隆古道 其實它根本不是古道 它就是愛詠縣 就是愛詠縣 那當時候的愛詠縣呢 這個附近呢 因為它是通電鐵絲網 所以有一些如果通電鐵絲 我們比較容易去比對 沒有的話很困難 那這一些愛詠縣在推進的時候 一定有這些寮社 它上面會很清楚告訴你監督所 名字是什麼 石壁石底大園 我們現在有一個原住民部 叫石壁部落對不對 其實附近有愛詠縣 它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日文每一筆資料都記載得很清楚 那這個是以這一個橫隆山這邊的愛詠縣 來做例子給大家看 那圖上有位畫 像這個是翻地地形圖上面的愛詠縣的位置 它是虛線 它是虛線 剛才不是有個大窩有沒有 就是這個位置 新竹這邊過來就苗栗了 就苗栗了 那地圖我們都看得到 像這個是橫隆山的這個監督所所在地 它就飆出來 所以地圖裡面會有 那現今位置我們經過調查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連貫下來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其實是連貫出來的 好 那這是監督所所在地 其實都是可以透過很系統化把它調查出來 那當然這些山區的遺物裡面呢 會有一些更早期之前 比如像清朝的日治時期 那有一些部分呢 也可以透過交換得來 那通常來講的話 早期的北部比較不那麼的方便 南部比較方便 因為南部採取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是當時候的撫報裡面 有關這個愛詠縣討伐的這個部分 那當時候呢 我們山區有個很重要的單位 叫愛國婦人會 因為當時候山區的一些管理事務呢 一般人沒有辦法碰 那由這個愛國婦人會 來做一個終界者的角色 去做什麼 比如說像要交換物品的時候 設這個換番所 就由愛國婦人會來負責 那愛國婦人會裡面的這些組成呢 是由達官選要的夫人來組成的 有點類似像我們這個婦聯會的感覺 那他們經營的事務裡面 包括社會救濟 然後解禪組的這個獎勵金 養禪的指導 包括溫泉的療養所的經營 還有這一些相關的這一些 緊急這些醫療的這些輔助設施 他們都可以來支援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後勤單位 還也可以募款 重點是可以募款 那這個是剛剛我們看到一個 橫濃山愛永縣的現況的位置 這個是監督所的 監督分建所的所在地 古間的一個監督分建所的所在地 那這個是愛陸 疊得非常好 那這個是嘉里山的西側 愛永縣從這個豆腐園附近切過去 嘉里山的西側是一個很大的平面的這個豆腐園 一塊一塊 很特別 可能要到現場你才看得到 現在講一般的也不會過去 因為這個是半山腰 它不在林線上面 那這個是大園監督分建所裡面的遺物 那下面是分建所所在地 那這個是愛陸 疊得非常好 就花很多人工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遊在山上的這一些 破掉了瓷碗跟一些酒器 像清酒這些酒器等等 那這個是嘉里前山的愛永建築所 旁邊有這個壕溝 還有好幾個大平台 所以想建以前的那個設施是很多的 而且人很多 那這個是愛陸 這條左邊這個是愛陸 那這個是建築所附近撿到這些破的瓷片 接下來台中 速度也加快一點點 那台中這邊也有很多條愛永縣 從比較外圍靠近東四這邊的牛蘭坑愛永縣 到比較靠近八千山附近 也有愛永縣 那台中這邊的愛永縣呢 我印象只有北市群的這一條愛永縣 有通電 大甲西還有撒拉茂都沒有通電 只有北市的這一條有通電而已 那這個是1903年的 這個台中跟南投廳的聯絡的愛永縣 這愛永縣的所在地 看那個燒萊部落的樣貌 是現在這個和平區的鄉治所在地 那對面就是愛永縣 那這個是阿朗山的愛永縣的縣子 它是一個監督所的遺址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這個監督所旁邊的周遭 都是酒瓶跟日本碗的碎片 所以大概200%確定 那現場的地圖跟相關資料比對出來 也是那個位置 這個是阿朗山愛永縣的另外一個 中川山的愛永監督分泉所所在地 那是一個路的博坎 然後接下來旁邊有一個大平台 接下來是南投的愛永縣 南投愛永縣裡面呢 很特別的是 對我們來講南投好像很遠對不對 沒錯 它真的快要到這個中央山脈的中間部分 可是南投的愛永縣 沒有一條有通電 沒有一條有通電 從最外圍的這個埔里這邊的愛永縣 一直到最裡面的這個白狗這邊的愛永縣 都沒有通電 都沒有通電 原因為什麼呢 我在猜可能是跟設施運輔有關係 因為它在中央山脈的旁邊 那我們實地去調查結果 在這些愛永縣上沒有看到半個通電鐵送的愛子 一個都沒有看到 那現場長怎麼樣子呢 前面這張跳過去 這個是早期的 南投這邊愛永縣的樣貌 最早的這個愛永縣呢 這個地方 這個是1902年的愛永縣 是總督武功類磚裡面的 比較早期的愛永縣 大概跟現在的公路差不多位置 後期往山上移動去了 好 那這個推進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日信報裡面 有它愛永縣的位置 比如說從這個地方 到這個是三角峰 下到霧射 一個這樣的一個範圍 都在林縣上 這個地方大家不要去找了 大家要看這張愛永縣的時候 請到附近的那個觀光民宿去看 就是現在清淨農場上面那一條林縣 它本來是愛永縣 因為現場看不到 只有快要到梅峰農場附近才看得到 梅峰農場以下大概看不到 全部都被開桿開掉了 那這個是梅園到霧射愛永縣 這是一條愛路 所以我們去調查的時候 坎那坎怎麼出現有一個 露在這個林縣旁邊 一根原來是當時候的愛路 那這個是 是從愛永監督分錢所的這個所在地 這個後來被大水把它沖走了 現在再去找找不到這個位置 這是當時候去拍的這個照片 接下來是萬大這邊愛永縣推進的這個照片 這是在高峰附近 在高峰附近很多茶農、茶園的部分 愛永縣就在那個茶園裡面這樣貫穿 還滿有趣的 那它的愛永縣會下到佐水溪 會下到佐水溪 那這個是萬大附近愛永縣 在馬來西附近的這個 監督分錢所跟愛路 這是一個分錢所的樣貌 這是愛路 這個地方目前還滿有名 因為現在很多野跑在這邊跑步 它其實跑就是以前的愛永縣 這是那些野跑選手 跑的其實是以前的愛永縣 接下來講到高雄的部分 那高雄愛永縣其實有三條 從比較靠近六龜 到比較靠近現在的這個 所謂的桃園區跟現在的這個那馬 不是那馬下 那個茂林區的這個界線上面 那一二基本上沒有通電 第三的那一條六龜錦背線是通電的 通電鐵絲網 那當年的這個通電鐵絲網 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在大正三年的時候 因為太武閣事件討伐完畢之 的當下 日本政府做一個政策是 沒收原住民的槍支 那因為沒收的槍支之後 引發各個地區原住民的反抗事件 那你跟布農族收了槍支之後 布農族要打獵 所以當然就下山來出草 所以為了這樣的一個事件 總督府在整個愛永縣政策 即將終止的之際 又加開幾條愛永縣 其中一條就是六龜錦背線 還有另外一條是東部的愛永縣 把布農族包在南部這個地方 不要出來 那在台東跟高雄這兩條愛永縣都通電 都是通電的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也跟南部這邊 有進行所謂的髒腦失業有關係 那剛好又有這個槍支沒收之後 這樣的一個反抗事件 所以緊急這邊做一些應變的計畫 把這個防禦線把它建立起來 那最早我剛才講過 其實是在這一個老龍溪的右岸 變成老龍溪的左岸 最後從老龍溪的左岸爬到陵線上面去 那就一二三往上爬 那如果比較靠近這一個 所謂的這個六龜里這一條路線 其實就是平埔族的聚落裡面的路線 後來往這個老龍溪的左岸爬的時候 就是現在沿山公路往六龜方向那一條路 其實就是以前的愛永縣 就是以前的愛永縣 包括經過六河 經過善平的那一條公路 就是愛永縣 後來從這個比較低海拔 又跑到了陵線上面去 就變成了六龜錦背線 那六龜錦背線裡面呢 它從現在的桃園 一直到我們現在的這個左口溪的溪口 就是要進到茂林區的那個插入口那個地方 很遠哦 那按照這個里程數 我記得是十三日里 五十幾公里 後來名稱又有些轉變 變成六龜錦背線 它的名字叫六龜錦背線 這個是剪圖畫出來的部分 日本橋在現在的這個桃園區公所的正對面 就是日本橋 然後名字一個一個進來 到善寶的監督所 然後一直過來 經過現在的藤治森的遊樂區 然後一直下下到這個左口溪的溪口 那裡面有幾個監督所 包括剛才講的善寶來 頭前山 馬里山 馬里桑 那是一個布農族的部落 然後最後下到這個馬上 馬上的這個監督所 然後最後到這個大京 就是屏東高速的地名叫大京 那個大京的名字就其實是日文的名字 大京地名不是漢文的名字 那其實是一個日文的名字拿來用的 那其實就是跟這個監督所 抱歉 這個愛隱先有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最後一個叫大京分前所 最後一個叫大京分前所 所以如果你到屏東去做屏東的客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上面會寫大京 其實就是這個地名的延續就對了 因為他最後一個分前所 就叫大京分前所 那現場長什麼樣子呢 那當然他有一些這個道路的工程 然後包括一些這個監視道路 就比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一公尺就是所謂三尺左右的寬度更寬 他已經達到四尺1.2米 可是事實上實際的這個測量出來超過1.5米 他是很寬的 很像一般的那個道路 但是不給人走 給誰走 給艾勇跟這個李帆人員 包括巡查、警部補他們來走而已 一般人還是不能走 那我剛才講50幾公里 那他現場長什麼樣子呢 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Manga的警戒所 那因為大概到了1915年的時候 艾勇縣有改名字 改成叫警備縣 所以當時候的監督所 就改名叫警戒所 那分前所的前面的艾勇兩個字拿掉 就簡稱叫做分前所而已 在日時期的大概1915年以後 有做這樣的改變 所以六龜錦背縣 原因他的名字是這樣由來的 本來應該叫做六龜艾勇縣 可是他後來叫做六龜錦背縣 因為艾勇縣即將被裁撤掉了 也做一個名字上的變革 那這個是慈里覆分前所 明海分前所 可以看到一些遺跡 那這個是公分前所 跟商民分前所 那這個是四日四分前所 據說是用北海道 就是日本內地鐵道的名稱 站的名字來命名的 那這個是戴錦分前所 那這個是土龍岸發電廠 就高坪發電廠的取水口 那這個是現場 我們看到殘留的這個通電鐵絲網 的鐵絲網 以及這個是艾子 這個是火線的艾子 那旁邊這個是通電鐵絲網 現場還看得到 那因為通電鐵絲網 大概到1926年左右就裁掉了 所以裁掉的當下 當然有些東西沒有辦法帶走 就現場就遺棄了 就遺棄了 所以它比較後面蓋 那比較後面才廢掉 所以現場遺物就會稍微多一點點 那如果比較早期蓋了 搞不好下一次有要通電的時候 那些艾子是不是要錢 拆下來要背到下一條去使用 可是這個是最後了 所以它現場就遺棄了 因為不需要通電艾永縣 所以你在六圍井 背現場就看得到艾子 數量還蠻多的 接下來是宜蘭 宜蘭的部分也很多條 這個是清水溪方面的艾永縣 這一條有通電 這一條有通電 右邊是艾子 那個是站在通電鐵絲網 看那個藍陽溪 漂亮吧 但只要爬上去 有一點高度 接下來這個是一樣 同一條艾永縣附近的一座山 叫萊毅富山 我們也看到有日本的分遷所遺留的這些 破的這些瓷器 我記得一個地方 我還撿到花盆 花盆 艾永縣上有花盆 這個是大南澳的艾永縣 這個要塑溪 因為它是沿著溪蓋的艾永縣 冬天才能去 夏天就不能去 這個是我們在分遷所裡面所看到 這個 酒瓶的這個遺跡 我們要塑溪進去 這個是高崗艾永縣 剛才講的高崗是從宜蘭跟桃園兩個跨街的 這個是在宜蘭段這邊的 這個艾永縣的線況 這個是蓬蓬山的山頂 那這是艾陸 接下來是花蓮 花蓮這邊的話 主要是太魯閣跟沿著太魯閣山區的 所謂中央 應該講說是這個海岸山脈 跟中央山脈交接這個地方 有一條防線 主要是防太魯閣族出來的部分 那他大概有幾條 包括07的維里艾永縣 阿托蘭艾永縣 七角川鯉魚尾 一直到1914年的太魯閣討伐站裡面的 類太魯閣愛永縣 他有這麼多 但是呢 這條愛永縣裡面 只有七角川鯉魚尾 跟Taki這幾條通電 類太魯閣愛永縣沒有通電 因為他是討伐要用的 還沒有通電 那七角川這幾條都有通電 豆通電鐵師王 那這個是從這個北端的 從北埔這邊一直到海邊的這個 那個北埔愛永縣 又稱五一里愛永縣 那這個是 木瓜溪流域的巴托恩愛永縣 那這個是七角川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七角川 是因為當時候的這個 守備人員其實是阿美族的愛永 那阿美族的愛永 其實是從南部 針釣到北部去服刑 那服刑的時間非常的長 那這些阿美族的愛永 基本上跟日本警察抗議 然後說他們不想去服刑 或是把那個間隔縮短 結果警察不理他 全部逃走 逃走之後呢 總督下任去圍剿他們 就引發了七角川事件 那其實他是這樣來的 所以阿美族跟愛永縣有關 其實最重要就是七角川的這個 愛永縣這個部分 那其實最早是因為 請他們去圍禮愛永縣去防守 結果沒想到 討伐完之後最後再設愛永縣 始料未及的地方 他本來是要請他們去守這條愛永縣 更北這條愛永縣 結果沒想到 因為沒有來服刑 結果變成了後面這條愛永縣 七角川愛永縣 那七角川愛永縣在哪裡 在現在李玉潭的旁邊 就是你現在看到很多人在那邊賣商業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就是愛永縣通過的地方 現在看不出來了 現在看不太出來 那這是當時候七角川愛永縣的照片 通電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 接下來是李玉瑋往南走的 那往南走的部分 會跟靠近三路愛永縣兩個接在一起 這個是李玉潭 那他剛好是在自學的後面那座山的山頂 有一條愛永縣 有一條愛永縣 我們就爬上去看一下 從後面看那個東華大學滿漂亮的 我們速度加快一點 那接下來是馬里屋的這邊愛永縣 接下來是塔基里 塔基里愛永縣做完之後就去打太魯閣討伐戰了 那內太魯閣的愛永縣分成 主要是這一條塔基里這邊愛永縣 還有山頂這邊愛永縣 還有同盟這邊愛永縣 它分三條 所以你在這三個地方 還是可以看愛永縣 可以看愛永縣 那這個是當時候討伐戰的這個路線圖 討伐戰路線圖 那這個是當時候討伐戰過程中所設的這個寮社 這個是站在塔基里西後方 在新城山附近往下看 因為太魯閣是個峽口 所以進不太去 我要往旁邊往上爬才 進得到內太魯閣區 這個明信片看出來 這是當時候的愛永縣在推進時候的這個照片 其實就是討伐戰跟愛永縣兩個同時 並進的意思就對了 那這個是右下邊這個是同盟 那這當時候左邊這個 好像也是同盟附近 那這個是當時候的討伐隊的這個炮台 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現場 我從網路上抓了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托伯珀附近的愛永縣 其實有愛路 這個是杜牟山附近的這個愛永縣 那這個是這個三站西旁邊的這個愛永縣 它其實也有疊十階 它其實不是古道 它又是愛永縣 那這個也是附近的這個照片 都有疊愛永縣的那個愛路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是當時候的這個 翻地地形圖裡面的 所有的這個泰伍格的部落的這個位置 它就是要監視泰伍格族不要越過這條線 不要越過這條線 那這個是當年 泰伍格討伐站裡面的那個 佐久兼佐馬太的這個露營的經驗碑 它在這個溪底 在這個靠近這個卡拉堡附近的一個溪底的對岸 也要過這個溪才看得到 那這個是當年討伐站的時候 從石門山要下到古觀園時候的最後的一個根據點 一個營地很大 超級大 那上面有很多灶 那其實一個小管就是一個灶 接下來是台東的愛永縣 它是從花蓮接過來 那剩下大概還有十多分鐘時間 我們就把速度往後面再加快一下 好 那日治時期呢 這一些土地透過愛永縣推進之後 它大概有幾種模式 第一個 如果它要變成普通行政區呢 有時候是地圖車位地級登陸開發 然後納入入入口跟納稅 這個完了之後變成普通行政區 那沒有的話呢 大概就是原住民的土地就是翻地 那台灣的原住民的土地裡面 大概有這四種變化的模式 第一種是 翻地愛永縣包圍行政區化變翻地 後來的翻地行政區 接下來是 深翻地愛永縣包圍變成普通行政區 後面多一個 接下來是 南部地方的 深翻地 然後行政區化變翻物官吏 住在所在管轄 後來變成翻地行政區 主要是南部的山區 那如果是 東部的山區呢 是深翻地 翻地行政區 然後一樣是 方物官吏 住在所管轄之後 變成普通行政區 尤其在阿美族跟 貝南族的範圍裡面 是第四個的這個模式 那屏東的是第三個模式 那陶珠寮山區的是第二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所有 透過愛永縣包圍的模式 大概是第一個模式 大概有這幾種 四種模式 就是原住民的土地如何 被國家納管的這個幾個步驟 那我們當然 有了這樣的資料 我們當然是希望實地去走 然後看一下那些翻地的這個變化 那有些地方是合在一起的 有些地方並沒有 並沒有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愛永縣的推進 我們把它稍微做一個分類的話 大概可以看到這六個階段 就是六個比較大的階段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我就 不用再講那麼細 因為網路上大概可以看得到 從1895到1901年的這個退縮時期 到06年到03年的這個整理時期 到04年到09年這個 這個所謂的大規模包圍的這個時期 到1901年到14年這個佐久間第二任時期的 這個大討伐時期 以及15年到17年這個 愛永縣即將要裁測的時期 到了這個18年到26年以後 透過李帆刀來取代這個愛永縣這個時期 所以18年之後大概不太有愛永縣這個制度 因為要直接來進到山區來管理 管理的最快方式是什麼樣子 進到部落 怎麼進到部落 透過李帆道路 可是他之前的這個時期 其實都是在所謂的控制然後監管 跟把這個原住民的這個部分的部分 把它包圍起來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跟到了這個18年到26年 這個開早李帆道路時期 其實是蠻後面的 所以你會在這樣的一個山區裡面 大概從愛永縣到李帆道路時期 會比較一個完整的概念 那山上的路呢 也會因為有愛永縣跟李帆道路 大家會搞得不太清楚 李帆道路基本上後期一般人 有申請也可以走 可是愛永縣只有警備人員可以走 大家就可以比較清楚這樣的分別了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研究成果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一個在做這些愛永縣研究過程中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就是說 他的縣的位置不太容易去判斷 假設是比較後期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個 這個大概是差不多是大規模推進到 軍警員的討伐這個時期的時候 那個工程 在做的過程中是比較 算是說 花的錢比較多 人力比較多 他的路修得比較好 他的警備是都比較大 看得很清楚 可是比較難看的其實是第一個階段 1895年到1901年這個階段 因為他剛好是清更日跨街這個階段 到底是永營的 這個當時候的這個巡視的這個愛路呢 還是當時候這個託肯單位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 一些陶竹廟的託肯單位 比如說廣泰城 軍廣他們這些單位的路呢 我們其實看不太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當時候在1895到1900這個時間很亂 所以一些土地的資料 跟一些這個山區的資料 其實好像也沒那麼多 可是如果後期 比如說像這個大規模推進之後的部分 其實很清楚 因為那個縣荒嵐位置其實非常清楚 那比較模糊反而是 大概是前面這個階段 也是比較難做 所以前面一或者是二 要做的話 可能要配合的這個一些土地台帳 或者是一些林野的這個資料來看 因為林野要開發 有時候要定區塊 要把那個位置畫出來 有時候上面會寫 舊愛永縣或寫舊愛縣 會寫這幾個字出來 有時候會有簡圖 但是如果沒有簡圖 或者是沒有這個資料的時候 有時候也很難猜 那再加上說 這一些愛永縣所在的位置 大部分 我統計過 它差不多 這些討伐用 或這些 當時候設愛永縣 大概有八成半以上 85%到90% 都在林線上 都在林線上 少部分在河流旁邊 或者是這個山腰地帶 因為功能上需要的這個原因 所以 它在林線上 就會比較容易判斷出來 那也會比較容易保存 在半山腰的部分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去判斷 所以 我們如果回過頭來看 要看這樣的一個 這個山區原住民的這個空間應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要知道說 到底那條線的所在地位置 跟原住民之間有什麼樣的一個關聯性 那當然最重要的部分是 其實從清大概19世紀中葉以後 整個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處於緊張的狀態 因為從這個開港通商之後 到後來的開山腹番 這整個關係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大漢的釋放漢人道邊區去開墾 那透過修路 透過這個開墾過程中 跟原住民的衝突的這個狀態 就緊張程度是變高的 到後來因為張老的需求更加旺盛之後 所以這個愛永縣的開的這個速度 跟他所影響的範圍就更大 所以在開的過程中 會強迫原住民來歸順之外 有些地 有些的 像討伐 還會叫原住民歸順晚舟 牽到線內來居住 從線外牽到線內來居住 比如說像是 腳板山附近的太亞族人 就被強制牽到腳板山台地上來居住 這樣的狀況比比皆是 那這樣的政策後來呢 當然也到了1930年代之後的 集團移住的這個問題 就原住民強迫被搬家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很多原住民他的舊家其實在山區裡面 但是呢 他們這一些 家園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舊部的所在地 或者是當時候這個愛永縣通過的位置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真的要再想辦法 再去做一些比較細的這個爬樹 那我們像剛才講的十個區域 如果十個區域都可以弄得很清楚 其實針對原住民土地變化的這個部分 可以更加的這個深入 那當然我們在整個看過程中 那這個番界基本上它是浮動式的 它是會動的 它是會動的 透過這個愛永縣的這個推進 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傳統領域 跟國家支線這個界線 它其實是浮動 但是這個浮動過程中呢 一直往內山靠近 一直往內山靠近 它不是說第一次就被定在這裡 它可能下一次就往內山移動 往內山移動 所以相對的 現在很多台灣的延山的這個 所謂的平地的聚落 其實有太半以上 跟原住民的傳統領域脫離不了關係 大部分都可以唸出來 比如說像是新殿三峽龍潭 然後關西 然後到南莊 甚至到現在的斯坦 三彎 然後到大湖 到濁蘭東四 像岩山的這個 漢人的聚落 其實跟這個 漢人的跟艾肯 以及後來的愛永縣推進 完全脫離不了關係 而且是影響非常深刻的部分 甚至有些愛永縣推進過程中 因為討伐關係 這原住民跑走了 就進空了 後來這個土地 就變成了漢人開墾的區域 尤其現在像這個 佐蘭的後面 佐蘭的後面 馬拉邦附近 馬拉邦在清代的時候 馬拉邦的部落 其實是在馬拉邦山的左側 就是西側的部分 結果因為清國的討伐之後 頓逃到馬拉邦山的後山 就是東側去 就跑到現在的士林 跟俗路這個地方去 所以影響很大 後來這個土地 後來就變成了這個 佐蘭所謂的 他們的管轄範圍裡面一塊土地 所以針對這樣的土地議題 如果我們要追根究底到很細的時候 其實也跟開發 也跟原住民傳統領域有關係 追根究底其實就是 透過武力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讓這個界線可以被定線化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當然 比較靠近頻率看不出來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 如果我們把時間軸再往前去撥的時候 那請問你土融線是不是也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問各位在座各位的聽眾 你知道土融線在哪裡嗎 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全部都變成普通行政區 跟漢人居住區裡面 其實平均上看得到 揚美那個地方就看得到了 土牛溝 就看到土牛溝了 那山山的好處是因為 離我們比較遠 我們破壞程度比較少 所以我們還看得到 那最後呢 還有一些部分可以去處理 包括我們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跟他整個變化的這個情形 包括他們的舊的聚落的建立 還有最重要的是 每次漢人跟原住民的衝突的這個點 其實如果你有把這個愛詠縣的位置 很清楚標定出來之後 哪個衝突點其實是可以被畫出來的 接下來後續的這一些愛詠縣推進之後 一般的這個民間的這一些單位 跟官方許可這些會社 以及國家資本如何去介入 這塊土地的經營管理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些議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一些討伐的部隊裡面 警察的部隊是以警察部隊為主 就在佐久間第二任上台之後 會有軍方的角度來介入 所以如果用警察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民政 這樣子可以理解嗎 但是在初期的時候 尤其在1900年代初期的時候 因為山區的警察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有些地方還是用守備隊的方式 小隊來處理 但是時間很短 比如說大湖這邊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隨著這個警察制度建立之後 原則上討伐部隊裡面的主力是警察 不是軍隊 所以如果用警察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似乎是民政的事情 不是一個國與國對外的關係 那為什麼到第二任佐久間上任之後 反而是用軍隊 我想是要加速那個過程而已 可是在整個討伐裡面 後期的這些雖然強度比較強 可是就以總數來講 警察居多為主 但泰魯格討伐戰有軍隊 肯納吉討伐戰也有軍隊 老公我記得也有軍隊 但是那個都比較後期了 但反而像後期再加開那幾條愛永縣 比如說剛才講的那個六歸警備縣 也沒有警察 沒有軍隊 發現沒有軍隊 就是單獨的後期幾次的大討伐時期 運用了軍隊這個部分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怎麼去看這個界線 我想這個界線應該是日日時期 官方想透過這個界線的確認之後 把原住民的管理的權力把它剝奪走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但是跟我們想像中那種國與國關係 或什麼關係 其實大概不盡然是這樣的關係 但是透過這條界線 有點類似像把原住民去被國家化 或被行政化這樣的概念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條線所及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會設學校 設一些教育所等等 透過這樣的部分來控管這個單位 但是說是不是全部都用軍隊 其實沒有 沒有全部用軍隊 因為軍隊的費用算是高的 只有那幾個大討伐而已 主要的主力部隊 還是來自於警察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看那個愛永縣部分 是不是有幾個原住民族 沒有被影響到 第一個 周族 沒有 少族當時候日日時期算周族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把他來看 第二個是大部分的盧凱族沒有 大部分的盧凱族都沒有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可以從幾個層次來想說 這幾個原住民族可能跟當時候對外面的這個關係 比如說由漢人建議這個政府的關係 或者是當時候在日日時期的這個 跟日本政府的關係 我想 相對性的友好 我只能這樣講 相對性的友好 那 以歐 也有一個狀況其實是 別忘記了 這個排文族骨路海子 他其實是一個頭目制度 所以他的整個部落裡面 他的那個階層化 跟那個管理中心其實是蠻OK的 所以在跟外面交通過程中 他可能有一些這個命令的宣導 很快就可以達成和諧的部分 周族也是這樣的情形 那反倒是因為中北部 我剛才講過 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影響的這個 艾永縣影響的部分 是不是都是蟑螂的區域 所以我們可以把請下來 所謂的這個蟑螂的這個利益的這個衝突部分 那剛好主要的衝突部分都是在 泛泰爾族的範圍內 那泛泰爾族內的一些組織 跟外面的世界的應對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展成大規模這樣的一個衝突的狀態 那第二個問題是 集團移住 基本上移住的地方還是希望移住在翻地裡面 那如果沒有翻地可以移住的話 會用飛地的方式 飛到另外一個土地來居住 譬如說台東的鸞山部落 跟高雄的建山部落 建山部落的那一群人是 從這個塔瑪厚部落集團移住 直接丟到六龜的外面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會有飛地這樣的情景 不在翻地裡面 但是那個盡量不要 因為會有土地所有權的問題 日治思學愛永不能帶眷屬上山 單兵赴任 所以愛永是不能帶家眷的 因為他們是要去當警衛 所以他不能帶家眷 那討伐過程中的警察 也不太會帶家眷 是住在所時期的中後期 可以帶家眷 對 那前期是不會有家眷這樣的情形 那愛永根本不可能有家眷 愛永會放假回家 他可以放假 所以才會產生出剛剛 愛永要執勤沒有父親 沒有父親物這樣的執勤 他是可以回家的 愛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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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永遠